台湾遇到国内的疫情 再加上灾害事故频传 抱持妈祖慈悲心的理念 恭迎妈祖搭火车 环岛祈福 举办了四场的大法会 庙宇是安定人心的力量 朝天宫请示天上圣母 妈祖以佛教最高的祭典礼仪 举行朝天宫建功立庙 三百多余年来的水路大法会 邀请全台各有功 妙式神旨功赴法会 为全球的伤身祈福 藉由菩萨的慈悲 还有众善性的自治虔诚 我想除了帮全球祈灾以外 希望我们国家无灾无难 尤其这一两年 我们铁道事故的频率比较频繁 所以北凰朝天宫 想藉由这一次 以火车还台的方式 来帮铁路上这些灾恶的众生 来自我们开拓铁路的这些 为我们付出生命的这些先民们 也希望既有这次的活动 能够得度 那回到北凰朝天宫之后 也在农历的11月初一日开始 为期14天的水路法会 特别安排了北中南东的公庙 定点住家赤福 希望可以连结全台公庙的心 透过法会送金 为台湾为人民善性祈求 除以息灾 安康复顺 为王者祈求 把剑超脱 安详自在 史方新闻关闻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